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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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风险进行一个汇总 也就是对它的历史进行一个回顾 第二章我们会关注新运温风险原因的情况 也会对这个原因做一个概述 第三个就是我们会分析影响新运温风险的一个政策因素 之所以把这一章单独做出来呢 就是因为从去年三百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上半年呢 这个资管新贵也好啊 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政策调整也好呢 对于新运温风险呢 产生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对于战券市场来讲的话 这个政策方面呢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 这个影响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因素 因此呢 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一点 最后呢 我们会对这个信用风险的衡量标准呢 做出一个我们的一个框架体系一个界定 首先呢 第一章我们是关注这个新运温风险的一个情况 新运温风险呢 是有一个在加强的一个情况 随着这个打破钢队进程的加速呢 15年之后呢 新运温风险呢 出现一个明显的抬升 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 运温的数量 运温的规模 还有这个 在这个数量上是有一个下行的 但是呢 从债券的规模上呢 它其实是一个稳步抬升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呢 在15年之后到16年的期间呢 无论是数量啊 还是这个规模呢 都重现一个较大的一个上升 从数据上讲呢 14到18年 信用债 包括企业债 公司债 中票 短容定向工具呢 这种违约数量呢 有7只上升到40只 违约规模有13.4万亿呢 上升到419.3万亿 16年的违约数据呢 数量呢 和违约规模呢 呈现一个井喷的态势 主要是一多年发行的债券数量较多 而这种 就是这种发债的这种宽松的程度较大 其实埋藏的更多的这种违约的一个风险 从这个违约的概率来看呢 14到18年按照数量的统计的概率呢 是由0.16%上升到1.09% 按照债券规模的这种概率来看的话呢 也是由0.03%上升到1.05% 这么一个水平 可以看呢 可以看得出来了 这个信用违约的风险呢 确实是处于一个不断增加的一个态势 这个表呢 是我们汇总的公务基金这个采雷情况呢 相关的一个汇总 这个呢 也是通过市场上当中呢 就是比较明 比较明显的 比较著名的 还要就是在现在一直还属于这个稍微存续阶段的 这些 著名的一些基金的一个采雷情况 我们从这个数据当中可以发现呢 这个16年和包括今年18年这个采雷的数量呢 还是非常多的 就说明这个信用违约风险 在目前来讲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第二部分呢 是我们说的这个信用违约风险的一个原因 进行一个相关的汇总 而这个原因呢 主要原因的汇总呢 我们通过历年的违约案例来看呢 企业违约的原因大概分成以下几类 第一个呢 就是公司的治理风险 还有呢 就是企业的景气度呢 低 使得那个经营恶化 投资呢 多元化过于激进 然后呢 资金占用比较严重 然后呢 技术性违约呢 以及对外担保的风险 这几个类型 具体呢 我们在这张表上也有说设计 每一个具体的代表公司呢 比如像这个公司治理不善 玻璃层变动 像中城建 山水水泥 还有这个 五阳等等 这都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企业景气度使其精英恶化呢 像这个保定天成 然后还有这个天为英币啊 等等这些企业 都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而投资激进和多元化呢 像这个云峰啊 还有这个洪昌啊 还有丹东港 这些呢 都属于这个投资这个方向比较激进 所导致的违约 那其他的这个资金关联方被占用啊 然后这个技术性违约啊 然后对担保 互保等等问题的话 也都是有各自的相应的企业 而且呢 有些企业其实呢 它违约的原因呈现了这种多类型 比如像这个天为英币 要景气度降低呢 同时呢 它自己的经营模式当中呢 资金被关联方占用过多 这些因素就是属于一个综合性质的 并不由单一性质所导致 所以呢 就是我们关注违约风险的时候呢 其实也要从多个角度 包括公司内部的一个层面的分析 公司财务层面的分析 还有整体的一个经济体 经济的一个体制的关系 还有行业的一个景气的一个一个关注的程度 这些所有方面呢 都是我们分析违约这个项目的一个来源和重点 首先呢 我们先关注一下公司治理的风险 公司的治理风险呢 是信违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常的表现形式呢 是实际控制人发生违法乱纪 被刑拘或者是判刑的时候呢 管理层变度纠纷 导致实际控制人平房变更 而该风险呢 会给企业的这个正常经营呢 和在融资呢 造成巨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冲击 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前后呢 公司的这种生产经营呢 往往陷入了停滞 以及外部融资渠道呢 受限 这些呢 都是 导致了这个债券呢 发生违约的一个诱因 该风险呢 往往是民企的这种特有风险 主要原因呢 是由于控制人对于民企的经营呢 和外部融资呢 有着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呢 该风险由于受制于这个信息可获得性和事件的突发性 呃 事前呢 难以预计 等到事件爆出之后呢 往往已经无力回天 所以说呢 这种风险呢 它虽然是具有特殊性的 但是 呃 依旧呢 是 是一种非常 可以说是非常突然的 非常难以获得的这种情况 对于这个 特别是对于公务基金的这些投资者来说 他们的风险研究员来讲的话 这种投资的风险 它的隐蔽性是最强的 呃 然后这个也是最不容易发现的 但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呢 此类这个事件的一些特征的总结呢 可以做出一个相关的一些警示 比如说呢 对于以上市公司为经营总体的这些企业来说呢 如果股权质押过高呢 可能会导致股价的下跌时 我们公司呢 失去一定的控制权 同时呢 对于某些实际人的这个股份和董事长席位 不占绝对优势的民企呢 关注前几大股东可能出现的 控制权争夺的情况 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特点 同时呢 对于实际的控制人 对于发行人影响过强的企业呢 关注控制人可能出现的这个违法违约的行为呢 以及政治风险呢 也是我们推荐的一个方法 这种公司治理的这种风险呢 在近期 特别是18年以来 这个这种 对于这个信用违约风险呢 对于它的这个 归类于这种 这种原因的这个风险呢 数量在不断的增加 也是一个就是信用风险 违约风险的一个新的特征 我们有时候和一些这个 信用的研究员去交流之后呢 也是他们会去查一些相关的数据 比如说 会更多的去关注这个企业的一个变动情况 会看年报 甚至于去查像 啊 天眼通这样的这些 这些网站 然后来进一步了解 企业的一个 治理的一个情况 和相关的风险 防止呢 有这种 呃 潜在的内在的这种风险出现 然后呢 我们这个典型的 典型的案例呢 就是中成建这个案例 这个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呢 是全国唯一一家 国家级专门从事这个城市开发的这个投资建设的国有企业 17年的这个10月28日啊 中成建发布公告显示 由于中成建资金的紧缺 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将 一二成建 中成建的这个MT 就是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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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票 兑付资金按十足额化的托管 出于实际性违约 违约的分析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公司呢 频繁的更换的一个股东 从这个4月份 一直到8月份 他就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股权重组的一个现象 而且呢 在违约前呢 公司已经有明显的这个牵涉到了一个 这个诉讼案件当中 同时呢 经营的紧张呢 也就是靠外部的支撑这种特点 非常明显 所以呢 在这个 但是在这三个原因当中呢 公司频繁股东这个这个点 是最后应该说是导致这个 实质性违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也是最不容易为众所关注的一个因素 而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行业紧细度的低迷呢 是经营持续恶化 比如说呢 这种强周期的行业 像煤炭啊 钢铁 石油 化工 新能源 贸易 造船等等 这种强周期行业呢 在这种情况非常明显 因为呢 这种重资产行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呢 很容易导致这个企业的景气度快速下滑 整个行业的利润都出现明显的收缩 即使是行业内的竞争力较强的公司呢 也无法幸免 性资质呢 会出现难以避免的下滑 即使企业在行业恶化的时候开始呢 还有一个良好的这个资产储备 但是随着行业紧细度的不断恶化呢 资产的变现能力和变现价值也会明显下行 这样一来呢 很有可能会使这个企业呢 陷入常态的困境 比如呢 像我们说的一个超日太阳 保利天危 还有这个国有物流啊 川媒等等企业 都是非常明显的 这种行业景气度低 是经营造成恶化所导致的 其中呢 我们的典型案例呢 就是以超日太阳 这种光复型的行业 它这种强周期这个产能过剩业绩恶化 而最终导致了它这个应收账款回收问题 呃 产生了 产生了一个问题 然后呢 进而影响了公司的进行 进行的一个活动的一个 获得现金的一个能力 我们可以发现呢 从图三当中可以看出来 这个11年的时候 依收账款这个超日太阳呢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抬升 这样一来的话呢 在12年的时候呢 这个营业收入呢 就一个明显的一个下行 然后坏账问题呢 急需侵蚀了公司的盈利 最终导致像13 14年 我们可以发现 失去的一个 这个营业收账款也好 还是这个营业收入也好 一个打球的一个下滑 导致了引发了一个债券的一个违约 第五 下一点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投资激进和多元化 这个呢 主要是 企业的扩张和多元化的战略呢 带在潜在的收益同时呢 也运吓了巨大的风险 一体化和多元化呢 是企业扩张的主要方式 一体化呢 主要能够使企业呢 实现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 降低了我们的一个经营成本 而多元化呢 则使企业呢 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是一个好的方面 但是呢 无论是哪种扩张方式呢 带来潜在的利益同时呢 也隐含着相关的风险 激进扩张带来的直接影响呢 其投资现金流的一个巨大流出呢 引发内部流动性的问题 而因此带来的这个财务状况的恶化呢 往往会影响发行人的信用资质 造成的外部现金流的支持减少 内外新经济的同时恶化呢 自然引发这个容易流动性危机 当这个发行人的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 盲目扩张的风险呢 往往会颠覆整个行业 最终引发这个债权的违约 具体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其分为这个横向一体化 送向一体化 多元化 这个学过CPA的大家都应该有了解 而这种激进的这个投资当中呢 比较非常明显的这个导致它的违约呢 就是凯迪生态 凯迪生态呢 是生物质发电行业的龙头上市的民营企业 这个11凯迪呢和16凯迪呢 是它发现的一个中票和公司债 违约的原因呢 我们进行分析的就是公司管理层对于行业趋势 判断各于乐观 使公司的战略特别激进 导致呢 公司新建这个生物电制的大电机组呢 和收购其他电厂呢 就这种这种红标突进的这种方式呢 导致大额的资本支出 大幅的采购原材料呢 积累了大量的存货 资本支出以及大额资产的减损 简直呢 严重侵蚀了公司的经营状况 使得自由现金流呢 存在了一个大量最大的一个缺口 此外呢 公司所处的这个行业技术呢 稳定性有差 本身的业务呢 会出现波动 16年四季度以来呢 多个机组停产停建 并集体大额的资产减损失呢 这样也来导致从会计上 17年的净利润的大幅的亏损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 底下这个数据 看这个资金面的一个较大缺口 也非常明显的看出来 这次15年之后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状况 除此之外呢 资金被关联方占用呢 也是信用违约风险出现的一个原因 像我们说的这个红昌燃气 天威 银币 然后南京雨润等等呢 都是这种情况所产生的 这主要还是与经营内部的问题相关 而除此之外呢 技术性违约也是这个引发这个债券的风险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它相对来说呢 与其他几个的方式呢 并不是很相同 就是它的这个 它这个因素呢 并非是一种发行人主观的一种因素 而是呢 就是属于这个非主观的一种技术性的原因 比如说没有即时的这个资金化波及投稿机构 简单来说就是忘了这个事情 所以呢 它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呢 其实较少 并不是由于公司或者是行业层面的这个恶化 甚至于说是造假等等这些因素所导致的 虽然呢 这个技术性违约受益于非主观因素带来的 与发行人的资质呢 看似关联不大 但是也需要注意部分隐藏的问题 一方面呢 发生技术违约的公司呢 往往为严格按照规定的流程呢 提前划拨对付的资金 这反应呢 现金调度的这个能力呢 可能不够充分 导致呢 资金到位的时间非常紧张 另一方面呢 也有这个发生技术性违约后呢 不可不免呢 会对企业性资质造成负面影响 后续的融资的压力可能会增大 所以说呢 这个所谓这个 月期失爽 追期火葬场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就是你做事情千万不能 非主观性的这个发生的一个问题 不然的话呢 以后期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典型的案例呢 就是以大连机床为主 16年11月21日 大连机床公告了这个15机床CP003 构成了基础性违约 我们发现呢 隔日之后那个大连机床呢 将对付资金呢 足够化拨 并呢 补足了延迟这个利息 然而仅20天呢 大连机床就无力偿还到期 SCP001 构成了实质性违约 而且呢 后续的期制债券呢 均发生了实质性违约 进入了一个破产 重组的一个程序 当然我们不排除它本身是有 这个公司经营是有相关问题的 但是呢 这种 由于这种非技术原因所引发的 这个连带的这种效应呢 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足之外呢 互保以及互担风险 然后也是这个造成这个 信用违约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外担保呢 分为单向担保和互保 总体来说呢 单向这个保险呢 要高于互保的一个情况 而对外担保和互保引起的违约风险呢 在民企当中呢 是非常注重的 因为呢 国企的内控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严格 而民企来说呢 它的融资渠道呢 比国企要少 而且呢 多数的都属于这种 下游行业 像轻资产还比较多一些 这样的话呢 利润抵押融资的难度比较大 因为它没有太多总资产 可以做抵押和融资去 这一个特点呢 促进了很多民企 采用这个担保互保的方式进行融资 同时呢 民企的内控制对薄弱 也出现了隐匿违规对外担保的一种行为 典型的一个案例呢 就是富贵鸟这个 出现了这个违约风险 这个富贵鸟的存现明显的一个 违规担保的一个迹象 16年的审计中呢 发现公司前期未发现的 巨额对外担保的事项呢 公司定期报告 发生的延迟披露和大面积的修正 报表质量不佳 其次呢 是对于担保和拆卸资金的 具体去向和用途呢 没有举行说明 多加为担保的这个信息合理性呢 也存在了一定的问题 总体而言呢 富贵鸟存在担保对外 违规对外担保的问题 大额的代仗事项呢 叠加近两年的金银下滑呢 都最终的导致了最终的这个信用的违约 因此呢 互保和这个外保呢 特别是关注民企之间的这种情况 如果很多的话呢 也是需要引起极端的关注的 第三章呢 那我们是着重分析一下 影响信用风险的一个政策因素 也是呢 重点呢 就是我们看看这些监管文件 对于信用违约风险的一个影响 可以说是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 因为呢 这个去杠杆也好 本杠杆也好 无论是哪一种 其实都是要把这些风险 在某种程度上排毒的一个过程 影响信用风险的政策因素呢 关注监管的情况 17年以来的这个重点的一个监管政策呢 我们一直更新到了这个5月份之前 有这么多项政策 判断监管的边际变化呢 对于信用债的产生的一个影响 我们可以看这个包括债券市场 在不同的债券 不同的这个监管的措施发布之后呢 都有一个明显的变动 自17年开始呢 监管力动不断增强 特别是呢 监管自管新规的征求意见稿 出财之后呢 达到顶峰 而18年4月呢 资管新规的正式稿 和流动性新规出财之后呢 显示出监管有边际走路的倾向 而这个7月20号的理财新规呢 和监管新规细则呢 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是整个监管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情况 包括呢 他这一段时期发布了相关的报告 和一些监管文件 然后呢 我们重点的是关注的资管新规的相关细则 为了指导金融机构呢 很好贯彻 官容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确保规范这个资产管理业务的工作的平板过渡 央行呢 发布了这个 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意见 指导意见有关 有关事项的一个通知 包括主要的六条事件 涉及的明确允许啊 这一些 这个呢 我们不再过多的这个赘述了 这个是关于这个资管新规细则的内容 同时呢 理财新规也 涉及到了这个 对于这个监管的一些影响 包括呢 像这个 许分公司目的理财产品 防范影子银行 规范产品运作 静置化管理 去通道 强化冲透管理 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还有设定的相关的一些 限额呀 控制杠杆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对于战券市场的影响来说的话呢 我们认为这个理财新规 新规的这个意见稿呢 显示出信用编辑转松 宽货币 及信用一些宽货币 宽货币 宽货币的格局的一个倾向 这是目前这个特点 也说是一个好的地方 同时呢 资管新规的补充细则呢 也透露出监管对于信用收缩的一个担忧 两个监管意见呢 有助于缓解市场对于飞标的影响 信用收缩对于经济的冲击呢 将会有所减少 但是呢 我们要关注到资管新规的核心原则仍然是存在的 比如呢 公募产品投资飞标呢 仍然做到受到这个期限匹配 呃 飞标资产的期限呢 呃 一般是三到五年 匹配的公募产品呢 募集未必容易 所以信用缓解的压力呢 未必足够 从你来看呢 现在来看 我们这个监管的一个作用呢 是短期内呢 不利于利率债 而有利于信用债 呃 是这样一个分析的一个框架 最后呢 我们会关注这个信用风险的一个分析 呃 主要呢 我们将会从这个信用利差角度啊 评级角度啊 宏观行业角度啊 和财务角度啊 以及外部质量的角度呢 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分析观点 这个是从这五个角度呢 我们来进行 适应的风险的一个判断 从信用利差角度来看的话呢 主要是利用信用债的收益率 和市场无风险利率的利差 可以理解为呢 市场承担的呃 违约风险的一个补偿 主要是关注呢 信用债的收益率呢 减去相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 信用利差呢 包含的那个税差和利差 流动性溢价 预期损失和风险溢价的几个部分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衡量信用风险呢 首要首选的一个指标 除此之外呢 从评级角度来说的话呢 也是我们衡量信用风险的一个重点 评级呢可以用了衡量信用风险 因为评级高低呢 正是以违约率呢 作为画风依据的 这样1418年呢 扣除评级的债券呢 各评级的违约率和它的评级 基本相一致 这评级等于越高呢 违约率越低 所以说呢 虽然说 国内的这个评级的水平 也许大家会认为 与国外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呢 它在指导我们证券战券市场 甚至于说 与我们证券市场的匹配的程度来讲的话 还是非常相一致的 也是可以用来这个衡量信用风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 而从行业以及宏观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呢 我们认为呢 这个宏观经济周期与违约率呢 存在很大的一个相关性 它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呢 企业信用会恶化 发行公司债的违约率呢 就会和上升 而从行业角度来看的话呢 行业的这种风险特征和景气周期呢 也决定了企业活下来的难度 如果一个行线出现了一个产能显著过剩的恶性化呢 趋势性的恶化呢 且短期难以扭转 那么即便是行业内最好的企业呢 也难逃最终的这种受到恶劣影响的波及 如果从财务角度影响分析信用的话呢 我们重点是关注四个点 首先呢是关注盈利能力的一个情况 因为盈利能力呢是现金产生的一个基础 第二个就是关注现金流 因为现金流呢是我们做无论是估值也好 做信用分析也好 它的一个源头和起源 然后如何关注长债能力 因为呢长债能力呢 它的核心呢是企业的可支配资金 和需长付债务的一个比对比关系 同时呢也反映了企业 信用就是还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平平的一个标准 最后呢是可以会关注呢这个企业的一个资本结构 包括财务杠杆和举债的程度呢 这个是用来衡量呢这个资本来源中呢 举债所占的一个比重 而这四个角度呢都是从财务角度呢 来分析一个公司的信用风险 大与小 都可以来用来关注的一些指标 最后呢 从外部志愿的角度呢 来分析信用的这个风险 其实呢我们重点的是 关注也是四个方面 包括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政府的一个支持力度 然后企业的一个所有制的结构 还有就是在行业当中呢 它的一个地位等等这些 因为这些有利的外源支持呢 都是很大程度上能够提高企业的一个信用水平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报告 关于信用风险分析的一个先播的内容 谢谢各位